當天發生的事情我已經都如一的寫在臉書裡面 所以之後就是稍後細節我不會再贅述 因為我不願意再回想 然後坦白說那個書寫簽字文對我來說 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十個月聽起來很久 但是 十個月聽起來很久 但是對心理受傷的我來說很短 我到現在還是會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嚇到 然後也會還是在晚上會做噩夢 但是我覺得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好起來 那些說我在盤算政治紅利的人 我想問問你們 如果你們自己或是你們家人受了這樣子的傷 多久復原算快 多久復原算慢 我自己在選議員選立委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情 那請問現在我又需要吐些什麼 他一度讓我相信他願意真心的悔改認錯 我在去年八月事情發生之後 我沒有向他要求任何的賠償 我只要他從此以後承諾不要再靠近我 因此他在律師事務所裡面寫下的切結內容 就是他會盡一切可能遠離我還有我的家人 避免造成任何困擾 但是就在幾個月之後 他毫不避諱地在電視台跟我出席一樣的通告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我認為他在挑戰我的底線 他在測試我身為被害人 但是同時也是公眾人物 我敢不敢站出來挑戰他 我覺得他在測試我的底線 於是一次兩次之後 他不但跟我繼續通台 出現在我的面前 而且他還當著我的面 談論他最不應該談論的性騷擾議題 而且當他發現 他被製作毫不知情的製作單位安排 座位就在我的旁邊 最後一次錄影的時候 他的位子就在我的右手邊 就在這麼近的距離 他若無其事地坐在這麼近的距離 談論他最不應該談論的性騷擾議題 於是在那一天我下定決心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在忍耐的 一個不知悔改 違背自己切解內容的人 有什麼資格談原諒跟談大道理呢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在上個星期四 把整個事件經過 在十個月之後寫出來的原因 剛剛情緒比較激動一點 因為我以為我已經比較平靜的時候 我竟然又聽到 朱雪狠跑去告發自己這麼可笑的事情 這又再一次地證明 他真的是毫無悔改之心 而性騷擾案件在政壇真的是連環報 所以國民黨團呼籲在立法院臨時會 要處理性騷擾修法儀式 綠營這邊也做出了回應 交給記者劉婷婷 密兔性騷事件持續演示 要如何從立法的角度來補破網 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來看到國民黨團 現在就呼籲立法院臨時會來趕快修 姓平三法 但是民進黨黨團的幹事長 鄭月鵬就指出了 當然是支持修這個姓平三法的 主要是可以讓受害者願意出面 接受保護食物的運作上來看 而且民進黨團是力挺蔡總統 所提出的姓平三支傘 但是行政院修法內容提出之後 他們表示會以特級件來最速速的速件方式 來審查修法 但是到底是不是要在臨時會 還是到下一個會期再來處理 恐怕還是有些這些疑慮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團是表示 預期有很多的委員會提出相關的修法 而且黨團的版本也會在臨時會提出 所以超野協商確實是可以來談 怎麼並案修法 但是要不要在臨時會馬上就來速處理 恐怕也是有各方認為 這個東西不宜過快的來處理 我們來看到民進黨的立委許智杰 就認為是否要倉促來修信平法 需要政黨協商來討論議程 而且痛疲國民黨只是企圖掩飾 侯友宜還有朱立倫 目前在政壇上面裝傻無作為的情況 另外有多位外交部官員被舉發 說他們涉及性騷擾 還傳出有未爆彈 是嗎 聽聽 政壇秘圖事件持續延燒 現在也一路燒進了外交界 來看到前駐菲律賓代表徐沛 遭指控姓騷女秘書 而且是在他們菲律賓管處的 這個女秘書 可以看到徐沛勇他是駁斥 說可能在語影上面有讓女秘書感到不舒服 但是肢體動作例如上強文擁抱等等 是絕對沒有的 不過傳出他其實跟女秘書是有一度達成和解 但是菲律賓代表出一些管員也接二連三 對他的一些行徑進行投訴 所以外交部也限期他在三個星期內 要交接調回台北 現在是派出了時任的亞太司長周敏幹 去接任菲律賓代表職位 不過可以看到許朋友至今 都是否認網路上所有的指控 但是現在有媒體爆出 其實外交部傳出還有很多個未爆彈 包括北美某處長也是涉嫌陷入了類似的爭議 除了現任的外交官之外 當然就包括了前外交官了 前外交官劉士傑也被爆料 在洛杉磯辦事處服務的時候 就曾經引起了性騷擾的爭議 而且他是對當地的地情有不禮貌的舉動 是由在美的共識者所爆料的 而且外交人士也指出 其實劉士傑夫妻 他們兩個人都是外交官 所以一起外派在外交部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安排 所以一定程度上也是任何兩人的能力 不過當時劉士傑 在當地的一些糾紛 其實也引發非常多的爭議 而且事後這個事情確實是有讓妻子逐漸知道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前日劉士傑回國後 他也是卸下了外交官的職務 現在也對外說他從此以後是不會再重整的 聽聽現在MeToo的事件不斷的延燒 政府這邊該怎麼樣來補破網呢 政壇的MeToo風暴已經延燒快兩個星期了 可以看到這個事件的發展可以分為主要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由被害人出面的控訴 我就是認為其實自己當時真的深受其害 那麼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引爆點是來自民進黨黨內 之前一個前女黨工對外的一些指控 可以看到在第一時間包括了總統蔡英文以及現任民黨主席賴清德 都比較沒有對外說明 所以其實當時有引發一些風波 不過他們後來也陸續道歉 並且承諾會提出改革 像是賴清德就在黨內表示 他相關的機制已經建立了 包括向秘書長直接申訴 而且會要求姓平部的處理一個專責信箱 另外還有包括是外部的社工以及支援系統 趕快也要來建立起來 另外總統所提出這個姓平三資展 包括了姓平工作平等法 姓比教育平等法 還有姓騷擾防治法等等 這個相關的姓平三法 接下來預計也會來進行修法 可以看到行政院長全建人就表示 立法院下個會期會開議 就會趕快把行政院版本的草案趕快送入 而現任的立委范芸 則是認為現行的罰則 介於一到十萬是過輕的 不過可以讓國民黨團就痛批 為什麼要等到下個會期 要嘛就趕快趁臨時會來修法 所以他也提出 希望可以在6月14號的臨時會 就趕快來處理這件事情 剛剛提到第二個時間點 就是不是由當事人爆料的 而是由加害人自己自爆的 可以看到不管是張鐵志 還有另外像是陳雪生之前 也因為在立法院的一些衝撞過程中 有碰到范芸 所以也是照范芸來告發 他是姓騷而法院當時是判賠他8萬 而傅昆琴也是被指控騷擾記者 那來看到國民黨的現在態度 說會請當事人來趕快的來說明 進行調查 而講到姓騷擾 他覺得陳其邁欠他一個道歉 他就是陳其邁的前助理 他說20多年前自己在路上被人襲凶摔車 當時的老闆也就是立委陳其邁去默示 最後他還被迫離職 25年前要連任立委的陳其邁 辦公室就在高雄市久如一路 不過當時有一名女助理 當時下班了騎腳踏車 居然騎到了高雄縣 而且在路上還被人性騷擾 被稱作暖男的高雄市長陳其邁 也捲入迷途風暴 20多年前的助理控訴 遇到性騷擾 陳其邁卻沒替他討公道 陳其邁打電話到我家 給我媽媽發生這種事情 他非常的遺憾 好好的休養 好好的養傷 全部康復了再回去上班 過沒多久 有人就說 幫忙室很多助理都希望我離職 不希望我待在這邊 我還是被迫離職了 遇到性騷擾還出車禍 陳其邁只有一通電話要他休息 但事後竟然跳票被迫離職 女助理認為陳其邁欠他一個道歉 尤其回想當時還心有餘悸 就突然就胸部被人家猛抓了一把 然後就順勢把我撞倒 他們以為我發生了這種事情 我會自動請辭 其實我完全從來沒有請辭的動作過 我覺得他欠我一個道歉 事發後女助理送到高雄榮總 陳其邁也動用高雄醫界關係 安排心理醫師輔導等 回顧二十多年前 陳其邁加入正義連線派系 1998年憑高雄設立委連任 當年第以全國最高票當選後 也擔任台灣醫界聯盟執行委員 如今卻有助理出面指控他漠視犯罪 對當事人的心情我們是感同身受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發生事情的時候也除了就醫 或者後續的處理 那也立刻的由助理能夠 這個護送他回家 休息了大概兩個多月 陳其邁強調事實和女助理指控有出入 當時女助理休息了約兩個月 辦公室多次聯繫 對方說無法回高雄的辦公室 才在選後幫他辦離職手續 強調並非兩個星期 也公開對受害者表達深深歉意 TVBS新聞方志成 宋家軍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